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千年星空如常 血色烈日记显得疯狂 借火焰去隐藏 残存的鲜骨终肠 身影甜蜜而指向 只为周波解圈的阻挡 要看五月的苍茫 只心闻到我彷徨 往前删了分裂的幻想 你问生命燃烧中相见 是注定同行 因为坚定很久的信念 不曾有过一丝改变 你我生命燃烧中相见 同天涯无怨 你知心的勇气未曾灭灭 还好有你同我携手 同日后向前 不知道义父是否还记得 楼兰城发生地震的那一天 我的父母 就是在那个时候 因为房屋倒塌 离我而去的 那时候义父就出现了 是啊 那天 也是我来楼兰城的第一天 见到你十分的可怜 我就收养了你 是啊 要不是义父收养我的话 我现在还是个 落魄无异的孤儿 但是从那个时候 我就一直做着一个 特别奇怪的噩梦 刚刚经历过那么可怕的大地震 父母又刚刚死去 做噩梦 也难怪的 但是 这个噩梦真的是太奇怪了 在梦中 我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怪物 虽然我看不清楚自己的样貌 但是我很清楚地知道 我全身都是沙子 就跟昨天发生的凶案 有人在案发现场看到的怪物是一样的 是吗 那也可能是巧合吧 是啊 或许真的是个巧合 你怎么突然说起这个梦啊 也没什么 可能正好跟夜空凌雨说的一样 只是个巧合罢了 对了 义父 我还要去找杀人凶手的线索 好 去吧 走吧 可儿 你要努力啊 一定要把凶手炒出来 是的 义父 您尽快收拾些简单的行李 今天有时 楼兰城可能不会太安全 所有的百姓必须到城外躲避 是那个妖怪在作祟吗 是的 好 我会准备的 快去吧 好 我会准备的 快去吧 好 我会准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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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走 小队吗 带走琉璃的人是她吗 她说什么 她说就是她 安克尔的义父 就是沙将军的分身 请问 这几天遇到了什么 刑迹可疑的人吗 没有 那有没有附近的人 进来的行为变得古怪 也没有啊 打扰了 谢谢 找到玉琪师兄了 那你想怎么样 你这教训练是太好了 小玉 我爱死你了 那有什么办法 让玉琪师兄产生幻觉吗 用小猫球 好 你先在这儿看一下 我去拿点东西 好嘞 哎呀 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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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跟着我 我只是奇怪 为何你一面走 身上一面会有黄沙散落在地上 那你以为呢 我以为 你就是沙将军 是又如何 你能捉住我吗 电厨就是沙将军 我找到了 我也觉得应该就是他 修兄 芸琪 我在城东什么也没有找到 但小玉却有发现 小玉 快说 我听说有一个叫沙伯伯的人 特别古怪 就是其中一个参加者 安克尔的义父 他这个人平时总是躲在家里 几乎不出门 但就在这两起命案发生的前后 有人发现 他出现在案发现场的附近 所以 我就去他家附近查探了一下 还和他碰了面 凭我的直觉 这个老头一定有问题 直觉 凭直觉就能认定一个人是凶手 那你还有什么发现 有没有什么证据 可以证明他就是沙将军的分身 没有 芸琪 女人的直觉都是很准的 况且 还有人在命案现场附近看着过沙伯伯 他是凶手的可能性非常大 单凭这两点 根本就不能够证明什么 师兄 要是凶手找错了 过不了这次考验 那第二件生甲 我们便泡汤了 昆仑师兄 芸琪师兄说的是对的 但是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芸琪 你有什么发现 有 我肯定 我找到了沙将军的分身 真的 有一家卖衣服的店 叫做常兴号 我发现店铺外 有不少地方都铺着黄沙 便觉得奇怪 于是 我就跟踪了那个店主 谁料他一面走 身上一面会有黄沙散落在地上 那是有一点嫌疑 可是 楼兰不就在大漠吗 身上沾着黄沙 不是很正常吗 我当然不能因此 就认定他是沙将军的分身 但是 当他发现我正在跟踪他的时候 他竟然在我面前化成了黄沙 然后逃去无踪了 真的 那一定就是沙将军的分身了 既然芸琪师兄这么肯定 那就忘了我刚才说的话 相信芸琪师兄吧 好 芸琪 做得好 可能也是恰巧碰上了吧 看来这次任务 我们的运气不错 今天真是一无所获 咱们先回去吧 大哥 其实这样也是意料之中 好 楼兰城这么大 要在三个时辰之内 找出谁是沙将军的分身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呀 时间也不多了 希望龚二那边有点眉目吧 二哥是最聪明的 他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二位客官 你们是不是韩家兄弟啊 什么事 是 哦 刚刚有一位叫韩公的客官 留了一封信给你们 他人呢 他人呢 刚走 他走了 大哥 小语 昨天晚上我一直不能入睡 我在想 为了成为万道者 我们三兄弟 是否付出了态度 或者应该说 为了成为万道者 我们变得让人讨厌 也变得让自己讨厌 还记得吗 当年要不是师父受养我们 让我们搬入天月宫门下 寒家三兄弟 早已饿死谎言 那时 我们终于感觉到 原来存在于天地 是有价值的 为宝石恩 我们三兄弟曾向天道发誓 要潜心修行 终身以初遥为道为吉日 这 就是我们的初心 可是昨天晚上 当我知道小语 在王魂谷所做的一切后 我突然惊觉 自从摩羯城到大阵开启之后 我们三兄弟 为了成为万道者 为了得到仙道界无上出入 我们变得不择手段 忘记了一个修正者的天职 忘记了为什么 要成为万道者 也忘记了我们的初心 对不起 大哥 小语 我决定回到五月仙梦 把亡魂谷发生的一切 告诉师父 然后听从师父发落 这或许是唯一能让我们 找回初心的方法 怎么办 二哥一定出城了 师父要是知道 我在亡魂谷做的事的话 一定会把我 逐出师门的 怎么办啊大哥 拿着 灵七快 帮我找一下韩宫 好的 韩宫好像没有使用昊月镜 你要有什么口信 你就先留下来 我稍后告诉他 你帮我告诉他 帮我告诉他 告诉什么 我不知道 大哥 韩宫兄 你们也打算离开吗 你们要走吗 如果夜空淋雨没有骗我们的话 今天有时 楼兰将会成为一座微城 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那如果走的话 不就是放弃第二件原始圣甲了吗 你们就有把握 能通过夜空淋雨的考验吗 要在三个时辰内找到沙将军 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夜空淋雨根本就没打算 让我们通过考验 可是其他队伍也没有退出啊 张灵为了救他的父母 是绝对不会退出的 昆仑第一件圣甲没有得到 已经让他颜免大师 即使机会再渺茫 他也还是会坚持下去 不然怎么向东皇盟主交代呢 至于巨熊他们嘛 清一门的弟子上下一心 就只懂得往前冲 不退出也是正常 至于你们 要是还能有把握胜出 便继续坚持吧 我是不会阻止你们的 还愣着干吗 走吧 我们就算通过了第二次考验 也没有信心对付沙将军 所以权衡轻重之下 我们决定放弃这一次考验 在之后的人我们再追上来 你们也可以这么做 刘德青山在 刘德青山在 大哥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去追宫二吧 这安克尔的义父 竟是沙将军的分身 这真是意料之外啊 我想小代蒙是绝对不会有错的 琉璃一定是被他藏起来了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把琉璃救出来 我在想 我父母二人联手 都不是沙将军的对手 我们三个人合力 是否有战胜他的机会 如果这事 我们处理不好的话 不但琉璃和我们 会有危险 整个楼兰城 还有三界的后果 他也不敢想象了 可我们总不能 什么都不做吧 这个夜空凛雨 想法真奇怪 沙将军本来 就是一个祸害 他身为污戒女王 怎么能袖手旁观呢 一个心怀怨恨的女人 怎么可以用常理 来去猜渡他呢 况且自古以来 乌戒就是 独立于三界之外 从来不问三界之事 他能通过这次考验 告诉我们这个危机 这也算是个魄力了吧 那也就是说 夜空凛雨 一方面想折磨姚月公主 另一方面 要阻止沙将军的计划 这根本就是自相矛盾 乌戒女王心思 真是难以猜测 想要去了解 比登厅还难呢 或许 这夜空凛雨 是希望能看到一个人 为了妖月公主 不受名利诱惑 甘愿牺牲一切 乃至自己生命的人出现 让她相信这人世间 还有真情真爱存在 或许是这样 可是 我还是不理解 我明白了 夜空凛雨第一次考验我们 就是为了逼我们 为妖月公主而放弃一切 倘若这次我们放弃一切的话 或许 还是会有万分之一的机会 取胜的 可是我们还能放弃什么呀 放弃第二次 获得原始圣甲的机会 我们可以吗 可以 我也可以 太好了 有你们这句话 我的心里就有敌了 十八十八 睡醒了没有 没有 有什么事情 等会儿再来找我吧 不可以 事态紧急 请你通知所有队伍 到孔雀楼几何 我有非常要紧的事情 通知他们 张灵 有什么要紧的事情 其他人呢 弃拳了 弃拳了 怎么可能 不但已经弃拳了 而且都已经走了 楼兰城中 现在就只有我们三队人了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刚刚碰到 正在离开的韩商 他说 他没有信心完成这次考验 也没有信心战胜杀将军 所以 决定放弃这次任务 这不单单是闯关任务 还关系到很多人的生死 他们这样做 还算是一个休真者吗 在策略上 他们是没有错的 只能说每队的人 都有自己的选择 我们做好自己的本分就是了 我们 考虑 继续 继续 你们不可以退出啊 我们 也是没有办法 我们找了很久 都没有找到线索 通过不了夜空淋雨的考验 就是不想退出也不行啊 如果你们坚持下去不退出 我们就把真相告诉你们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答案很简单 仅凭我们三个人 根本就没有办法对付沙将军 只有大家团结一致 才能化解这三界的灾气 你就不怕我们得到圣甲吗 我们现在担心的只是沙将军 其余的不会多想的 要是沙将军死在你们手里 通过第三次考验的话 那么圣甲也就归你们所有 对于这一点 我们非常道小队 是没有意义的 对 师兄 我觉得这事儿 怎么算我们都有赚没亏的 你觉得呢 站到底 不能进 昆仑 你的决定了 现在三个时辰马上就要到了 既然张灵的想法对我们都有利 那我们就相信他吧 不管怎样 我们这一队是不会退的 好 谢谢大家的信任 沙将军 就是安克尔的义父 沙伯伯 安克尔 就是那个公主的侍卫 正是 你凭什么肯定就是沙伯伯 原因我真的不能说 但是 请你们务必要相信我 除非 你们现在还找到了另一个答案 不然的话 我们等会儿一试又如何呢 说得也是 各位 打扰了 张灵 我有些事想跟你私下聊聊 不知道可以吗 当然可以 我们大家一定要互相信任 只有团结一致 才可以克服一切困难 走吧 走吧 我们还需要再商量一下 第二次考验见吧 好 走吧 莹儿 没事吧 怎么一句话不说 我没事 非常实气 想不通 放下 不烦 信他们吧 也只能这么办了 你说那盈儿 我没意见 都听师兄的吧 没选择 决定了 安可儿 你可以把你刚才说的话 再重复一遍吗 我怀疑 我的义父 就是杀人的凶手 你说什么 你怀疑你的义父 就是杀将军的分身 你为什么会怀疑他呢 因为 有太多巧合难以解释 就在十四年前 也就是张领你的父亲 出现在楼兰城的那一日 就像夜空凌雨所述的一样 那一夜 楼兰城发生了地震 我的父母 就是在那个时候 离我而去的 之后那天突然 我的义父就出现在楼兰城 并且把我收养 从那之后 我就做着特别奇怪的梦 在梦中 我居然变成了像 沙将军一样的怪物 有一次我在梦中 不仅变成了怪物 我还看见一个被杀的人 更奇怪的是 等我醒来的时候 我发现我的周围 散落着零星的黄沙 特别是在我义父房间的门口 我真的不应该怀疑他 义父 义父他对我恩重如山 他带我像亲生孩子一样 可是 我就是忍不住怀疑他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些 因为 我怕我怀疑的是真的 我希望你们给我一些建议 你的怀疑跟我们一样 一样 现在 唯一能给你准确答案的 就是夜空淋雨 考验问题是他出的 他一定知道答案 对 要是真的 我们会杀了你义父 如果要我给建议的话 我希望你能够帮助我们对付他 我们会参加写子 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本来第二次考验已经是成竹在胸 沙将军的分身 就是云琪所说的常兴号老板 但现在张灵这么一说 还真有点乱了阵脚 张灵虽然不是一个胡言乱语的人 但她也可能像小玉一样 听到有人说 在案发现场看到了沙伯伯 所以才会怀疑她 一样是没有确凿的证据 而最让我担心的是 要是三组人都用了张灵的答案 一旦错了 我们不但失去了得到圣甲的机会 也阻止不了 藏在楼兰城下的祸劫发生 云琪师兄说得对 如果我们坚持用云琪师兄的答案 并且答案是正确的话 那通过这关考验的 就只有我们这一对 那第二件原始圣甲 不就是我们的囊中之物了吗 但是 不要忘了我们还要面对沙将军 先通过这次考验 我们再想杀将军吧 好 云琪 我们就用你的答案 好 统帅 您的山好了吗 我只是 梦见很有趣的事情 我们出发吧 好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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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 怎么就剩下你们了 其他人呢 他们都漆船了 是吗 我可怜的公主 今夜就算不死在 清晨噩梦之中 恐怕也要在 闺房之中终老一生 难道这世界上 就没有一个人 可以给你带来幸福吗 第二次考验还没结束 你凭什么这么说 看来 在那么多的人当中 就只有你一个人 是真心向着邀岳公主的 可惜啊 就算给你通过考验 又如何 只怕 这才是你噩梦的开始 考验开始 将你们的答案 写在眼前的预牌上 很快你们便会知道 自己的答案是对是错 他们都写好了 正确答案是什么 答案就是 杀伯伯伯 杀满天 你们输了 其他的人 可以进入下一个考验 师兄怎么会说 师兄 对不起 师兄 对不起 师兄 对不起 义父 可儿 看来你真不是一个乖孩子 你究竟是谁 你刚才不是已经知道了吗 而且你不是还要杀了我吗 拿下这个怪物 第三个考验开始了 其余无关人等 一律回避 夜空凌雨 你乌季 一向与三界井水不犯河水 本将军的事 与你何干 这次招亲考验 是我设下的 你这个老妖物 简直就是太贪心了 不但要灭了仙界 还想夺走火鸟 竟然 敢把前来参加考验能杀死 你有把我放在眼里吗 你这是咎由自取 看来 咱们是话不投机了 杀了杀将军 你们的考验 就算通过了 动手吧 住手 我不会决心你们伤害他 安克尔 已经确定 他就是杀将军的分身 你为什么还要护着他 我不管 我不管他是谁 他都是把握 养育成人的义父 义父 我求求你不要再作恶了 不要再伤害其他人了 义父 我帮你拦着他们 你快走 这小子是非不分 想把他政府载住 等一下 张灵 你不是要救你的父母吗 安克 你若是放他走 就连腰月公主也再劫难逃 你可不能任妖做父 张灵 要是你跟我一样 一敌而出的话 你吓得了手吗 可儿 真不枉这十四年来 我养你遇你啊 教导你成为一名 正心念善的好男儿啊 想不到 想不到这个时候 你还护着我 义父 这十四年的心血 我没有白费呀 我就是要一个像你这样 正直纯洁的虚体 来做我的第二元丹 我没看错 我没看错呀 阿江小心 阿戏 иг 阿达 是 是 可以 一下 也 你 上 受 看 来 幻影分身 红尘俗世 已经不值得我离开永恒宫了 你们还不动手 更待何时 可是 安克尔在他体内 你们不舍得杀安克尔 那我就失陪了 安克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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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 我要见丞相 来 安克尔是沙将军 耗费多年心血 所炼成的第二元丹 要是跟藏在地底下的 真身相结合 并会妖力大增 到那个时候 不单是张灵的父母要死 仙界跟人间也将遭结 有时就快要到了 冷翠的风已即将失效 眼前成败吉凶 就在你们一念之间 河西 动手 走吧 师兄 我错了 芸汐师兄 你不要再责怪自己了 这也不是你想要的 芸汐 你不要内疚了 这也是我的选择 传令下去 立即将所有的百姓 撤离卢兰城 是 三位 你们也离开吧 不了 我们要留下来 看还可以做什么 帮他们对付沙将军 那好 你们要小心点 芸汐小玉 我们也帮助成名撤离吧 好 走 快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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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慌 你不要慌 这边 这边 快 快快 快 我 都不要慌 快 跟上 在这边 在这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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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rue 快 快 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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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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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没事 谢谢你们救了我孙子 谢谢 走 谢谢 走 走 出了城门便不顾一切地向南边跑 越快越好 老弱妇孺或行动不变的 可以找军队的人帮忙 越快越好 快 千万不要乱 千万不要慌 快快快 快走 快走 走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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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快点 大空了吧 好 快 快 大家快跟上 我去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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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去帮他 师兄 我们快走 走啊 走 快走 师兄 走啊 没事吧 我没事 我们不要分散实力 集中攻击一点吧 胸口 好 是 我让你们都下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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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哭哭锁 永儿 师兄 抓紧我 永儿 放手吧 我不放 对不起 永儿 师兄不能再听你的了 快放手 不放 放手 不放 师兄 你想知道你生病的时候 跟我说过什么吗 什么 菲菲 你手给我 快 抓紧我 张灵 天狼 张灵 铁狼 快 快 铁狼 没事吧 快 快 快 除了城门响难 越快越好 不要着急 不要慌 老人家别害怕 不用担心 他们会保护你的 不用怕 他们会送你们到安全的地方 谢谢 谢谢 快去 不要慌啊 报告丞相 公主被林荣国的王子劫持了 王子要丞相 立即到公主的寝宫相见 但是不能带任何使兵 林荣王子 为什么要挟持公主 他说 要你叫出火鸟 三位 你们都已经听见了 愿意随老夫前往秦宫吗 当然可以 二位师兄 我们就帮助丞相 去救公主吧 请 快快 这边 走 快快快 林荣爷 不要慌了 不要慌 快走 站住 稷儿 安柯儿怎么样了 情况不妙 公主 你就别提安柯儿了 林荣王子 你把公主放开 只要你们交出火鸟 我自然会放走公主 否则 就算今日有人通过了夜空凛雨的考验 公主 也休想活着走出这个房间 火鸟不是你想象中的祸国圣物 你根本得来无用 对对对 他说得没错 林荣王子 我不管有没有用 就是因为楼兰一直藏着火鸟 所以这些年来 其他国家才不敢贸然进攻你们 我今天必须取对火鸟 我查到火鸟就藏在公主寝宫的密室之中 马上把密室的门打开 否则 别伤害公主 好 跟我来 活鸟就在里面 你自己去取吧 我知道 一定要有楼兰王室血脉的人 才可以取走活鸟 公主 虽然你不可以离开这个房间 但进入房间的密道 还是可以的吧 那么就有劳吉尔丞相 麻烦您给带个路了 你们几个 留在这不要轻轻妄动 走 我们也进去吧 走 走 这是三叉路口 我们走那条 各走一条吧 如果有情况的话 用皓月镜联系 好 小玉 可以吗 没事 不用担心我 还有多久才到 快了快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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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差点给忘记了 一定要楼兰王室的血脉 才可以取得活鸟 公主 有劳了 不要 公主 去吧 守护活鸟的剑制 不会伤害你的 可恤 快一点 打开他 不敢 愿春风负面 眼珠去年 默然 回想初见 失踏 话语 满天 战不断的青丝离海浪 纷飞落进银缘端 隔着迷途还要搬迷 尘过世间的悲鱼花 线不尽的爱 汗中聚散 极多别彼此手蓝 泪 泪沙中聚散 如冰烟火烟 再恍然 正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